越热到七亿年前,地球上曾发生了全球性冰盖气候的冰球事件,冰气候又发生了热湿气候事件,在这种极冷和极热的现象下,便形成了极其稀罕少见的冰气盐,丢世界上除南非有小面积的冰气盐外,其余的差不多都完整保存在湖南上安化县了。 安化是世界上冰气盐最集中的地区,越占整个地球含量的85%,像这样大面积保存下来的实属罕见,且冰气盐层厚度及规模和岩石质量均成世界之最,科学界极其重是这种生于七亿年前的岩石,它不仅难好保存了七亿年前的岩石记录,而且保存了冰气之后,便是起后世界的岩石记录。 为科学家研究当时气候、地质及地球的演变,提供了宝贵的食物资料,因此,冰气盐也拥有着不可估量的价值,别科学界称为世界奇观。 安化黑茶望明世界,但安化黑茶中最上等的茶叶,当属云台山的大叶茶。 这种茶树品稀是极为罕见的原始优良品种,安化的茶叶不仅跟气候、海白、茶树年限有关,还跟土卵和框物质有关。 云台山的大叶茶,就是加根在这种七亿年的岩石上,才主旧它是安化黑茶极品的辉煌,由于冰气盐的存在。 安化也成了世界公愿的优质茶神秘美肚带。 冰气盐由于产生年代旧游染,也被人们称作长寿石,吉祥石。 当然,冰气盐不能使用,但是可以用来佩戴或者做装饰摆件。 当地人都觉得可以用来延年益寿,驱邪必换。 所以,冰气盐也成为了安化人民赠送亲友的珍贵礼品。 2003年8月,安化县政府曾将一块冰气盐作为礼物,赠予澳门特区政府,以表达安化人民对澳门人民的无限祝福。 如果你是一个启示收藏者,就不要错过冰气盐。 科学姐都在研究聆听她的诉说,说不定老天她,就把七亿年前的事情悄悄告诉你们呢。 欢迎大家来安化旅游考察哦,顺便带一份七亿年的历史回家阅读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